我们刚才跟各位介绍了移动旋转和缩放工具 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介绍这个也是移动旋转缩放 只是我们刚才是在这个地方点选 在这个地方点选 如果说你是按滑鼠右键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transfer type in 的对话框 这个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让你做输入数值的方法来做移动旋转缩放的变形编辑 好我们这边先把它拉到画面下方 现在你看到这边的xyz是这个物件 它的x轴 y轴以及z轴坐标 那如果你希望把它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的话 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再把它输入0就可以了 好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回到原点了对不对 其实如果说你要改变让它回到原点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我们刚才有讲过的 我先把它移动一下 甚至移出画面外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x轴 y轴 z轴的坐标已经都跑掉了对不对 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跟各位介绍你可以在这边按滑鼠右键 就可以把他的数值变成最小 通常是0或者是1那我们在这边呢 一样按滑鼠右键按滑鼠右键就可以让它回到原点 所谓的原点是这样子的 那我这边可以用一个快速键F3 什么是F3是做什么呢 来我按一下F3 F3呢 就是让它变成wireframe显示 或者是smooth加highlight这两种模式的切换 我们再看一下 按F3 现在变成smooth加highlight 好再按一下呢变成wireframe 那你可以 我这边先把这边的sigma它的分段设少一点点 我不要让它的线架构这么密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它的原点是在哪边 是在茶壶底部中间的位置 对不对 这个有一个有一个名称叫做pivot 叫做轴心或是叫做轴点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 我们刚才在介绍这个旋转工具的时候 实际上旋转的时候 它就是以pivot的轴心或是轴点为中心 作为旋转的中心点 你看 好 我再还原回来 这次呢 我让它做一个倒查动作 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轴心是在哪边 在这个地方 茶壶底部的中间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等一下我可以带各位看一下怎么调 我再还原回来 好 F3 是切换显示模式 那还有我们刚才介绍的H-Face 对不对 在Smos加highlight 平滑加高光的模式下 显示wireframe 就是H-Face 在这地方点选 它也有一个快速键 它的快速键是F4 按一下F4 就可以显示wireframe 好 我们再看移动 现在呢 我们再点选这个 这个物体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边的 move transform type in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两组 一种是绝对 它是使用世界坐标 那另外一种呢 是offset 平移 这个表示什么呢 好 我如果现在想要让它 让这个茶壶 往X轴方向移动 10个单位 那我可以在这边输入 注意看 这边 我在这边的X输入10 它是不是往后移了 对不对 我再移动一次好不好 我这次呢 移动远一点 50个单位 我在这边输入50 你看 它就往后移动了 对不对 然后 我刚才移动了10个单位 第二次又移动了50个单位 所以实际上 现在的坐标是到哪里 X轴等于60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边 XYZ永远都是0 为什么 因为当你移动之后 其实它就把它加到 绝对坐标来了 好 那我现在想要让它沿着 我再把它移回来好了 我现在希望它沿着这个X Y坐标好了 绿色的箭头 Y坐标 往画面的右边 移动30个单位 那我要怎么做呢 在Y坐标的 这个等于是相对坐标了 那我输入30吗 不是 30呢 是往箭头方向 好 我再还用回来 这边点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往箭头的反方向移动的话 要怎么做 输入负的 负30 好 像这样 OK 旋转也是一样 现在呢 我再切换到旋转工具 你可以发现呢 我切换到旋转工具之后 这个对话框变成什么 变成Rotate Transfer Type-In 用输入的方式 来设定它的旋转的角度 好 我们这边再转回来 好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旋转的状态 所以如果说我现在希望它沿着Z轴 哪一个是Z轴 垂直这个是Z轴 我希望它旋转个90度 那我在这边输入90 好 按Enter键 转90度 对不对 好 那我希望它再转个180度 所以我转个180度的话 它的弧嘴应该朝哪边 应该朝这里 朝向我们画面的右边 那我在这边的Z 我再让它旋转180度 Enter键 对不对 转过来了 那你看这个地方就变多少 -90 变成-90 这个就是用输入的方法来设定旋转的角度 缩放的部分我们也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点选 那其实我刚才有做过缩放 我有做过缩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缩放比例 已经不是100%了 那我可以在这边先还原回来 这个地方就不能按右键了 你看变成0了 你根本看不到那个 看不到那个茶壶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还是输入100 这个100%呢 其实就表示它是怎么样 1比1 1比1 好 那我现在如果说希望稍微放大一点 我要放大到原本的120% 那我在这边输入120 按Enter键 放大了吧 对不对 然后呢是加到什么地方 加到这个地方 好 那我现在如果希望它缩小 原来的一半 变成一半的大小 那我在这边输入多少 50 我这边是输入50% 按下Enter键之后呢 它缩小50% 可是它变成原本大小的多少 60% 了解吗 好 那我这边再改回来好了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像刚才我不是有带各位做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壶吗 对不对 我如果只是希望沿着Z轴稍微放大一点的话 那我在这边输入就好了 例如说我希望呢 放大180% Enter 变高了吗 好像太高了 那160好了 好 那就可以做出另外一种造型的茶壶 所以如果你要放大缩小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用输入的方式来精确控制它 不过缩放来讲的话 老师会建议各位 如果说你是要做等比例缩放的话 尽量 尽量呢 用Modify面板去调整它的半径 例如说你希望放大一点的话 你从这个地方调 从这个地方调 有时候比较不会造成一些问题 在这个地方去调整它的半径 那缩放的话是有时候呢 我们在编辑一些多边形模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工具来做缩放的 变形操作 好 这个就是用输入数值的方法来控制 移动旋转缩放 好 这边呢 再补充一个 一个选取模式 因为我们刚才有介绍到选取工具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我在画面上先建立几个物件出来 用box就可以了 我建立几个方块 不同大小的方块 然后散布在 散布在我们这个场景上 好 那我们刚才介绍选取工具 当你要选取物件的时候 可以用这里的选取工具 我们刚才介绍的方式呢 是用圈选的方式 来选取 那如果说你要取消选取的话 只要在空白的位置点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要点到某一个物件 因为你点到某一个物件 变成选取 选取这个物件 好 OK 那刚才的圈选框是只要有碰到 就算选取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希望是完全圈选到 才可以选到这个物件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选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window crossing 一个叫创选 一个是离选 那我们在这边点选之后呢 按下的状态 拉出圈选框 好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 我拉到这边 有几个方块是被这个圈选框 完全框住 两个嘛 最左上角的那两个 所以我放开之后 只有这两个方块被选取 也就是没有被完全圈选到的物件呢 它是没有被选取的 好 我们在这边用滑鼠拖曳 好 你看 这次呢 又加选了一个 好 那如果说我在这边的取消 取消的话呢 又回复到刚才的状态 只要圈选框碰到的都算选取 在选取工具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选取的形状 刚才我们是矩形 那你也可以使用椭圆形的选取方式 你看中间圈选 拉出一个 其实是圆形 拉出一个圆形 放开 只要被这个圆形圈选框碰到的都被选取 好 再来 你也可以做多边形套索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拖曳的方式 拖曳点选的方式 因为有时候呢 你可能要选的是不规则的范围 好 我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我这两个并没有选到 并没有碰到他们 好 我们在这边点一下 对不对 这些就被选取了 那这三个方块呢 并没有被选取 因为刚才我那个圈选框并没有跟他们交集 好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 这一次呢 我们做套索 好 套索 套索的话 用滑鼠拖曳 圈选到的范围 就会选取 好 放开 这边被选取了 好 这是套索选取工具 最后一个 最后这个方式呢 是 利用滑鼠涂抹的方式 只要你滑鼠碰到的 就算选取 来 我这边再选择这一个 拖曳的时候 碰到的就会选取了 好 我们这边再改回来 这个地方 我们再选 一样是举行 一般大概比较常用的还是举行 因为还有一种选取方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按钮 叫做select by name 一名称选取 各位知道我们在建立一个物件的时候 其实它都会自动给予一个物件名称 老师刚才有跟各位提过了 像这个box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前面box后面加一个编号 所以如果说你要选这个物件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边点select by name 一名称选取 它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把你在场景中所有的物件通通列出来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想要选择前面三个方块 你可以按着键盘的shift键或是control键选 或者是第六个还有第八个 我想把这些物件给选取 让它变成蓝底白质的状态之后 按一下OK 这样它们就被选取了 了解吗 这个就是select by name 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是在制作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的时候 非常好用的工具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当你在建立物件的时候 请记得给它适当的名称 好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部分呢 待会请各位同学练习到这个地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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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i 再见 响